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股坛事件 我是施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施老板,邵永青施生 是,大家好 刚刚这个星期,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市场冲击于3万点 另一个观众很紧张的,就是施生 过去几个星期,都在此分享了很多见解 包括市场只是短暂调整,还没有专势 另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继续主导后市的发展 这些仍然不阻挡他 所以,观众都很期待 施生,本星期再谈我们一讲一讲 有什么股坛事件,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判断 那次一跌跌,四百多点 就不是转转 调整一下,应该会再上 很快就调整完了 这个也算是中了 当然之前中,不是代表以后都会中 如果你说,国安市的走势 当然一定会有变数 但市场上哪些是主导因素影响的事 那些我相信 我仍有一定的判断 现在到了这个水位 大家会很紧张 就是三万点过不过 应该上星期三也碰过 又下跌 星期四又上跌,又下跌 究竟充不充得过呢 我自己觉得毫无疑问 今年一定会在三万点之上 过不过就一定过 问题是过到什么水平 为什么说过又实过呢 广告也有信心呢 广告已淡了六千点 但之前跌了一年 跌得很残 现在才慢慢 可能有些人觉得不算猛 不算猛之中 我认识的朋友 很多在行动上是猛 市场不算猛 他一月份升 他便猶疑 走了保 走了保 二月三月又升 他又不知跟好还是不跟好 看看已经走一段路了 所以升了14% 14%至15% 我相信未曾存货货的人 亦有很多 很多人还希望 我不知道你在基金界的情况 基金界是否坏手 相对一般投资者 我们仍然有部份 都是搬迅搬移 今年是否已经全城 都持续货 应该未去到这个位置 即使去到3万店 但亦是去到2018年6月的水平 亦不是超前了很多的水平 我自己觉得市场的气氛 是乐观的 我不是做股票为主 我也是做地产为主 地产市场真的一片兴旺 很多客户都在后悔之前 没趁低位 回落时 没有日益 因为地产二手市场 亦有货疏 另外在国际大环境 一个最基本的变化 我觉得除了中美磨擦 现在双方都知道要妥协 要谈 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 都是这个方向 因为 迈过牙 就知道对方的实力 一个就是原来自己也要付出代价 我基本上认为 美国不会再加注要扩大贸易战 只是要处理之前已经发生的事 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由缩表到现在 可能又要抗表 其实欧洲不能缩 亚洲日本中国也不能缩 其实中国政府 某种程度 现在都将货币政策宽松了 没错 现在最新说 美国还说 有些人要减半厘息 要改变倒挂的情况 唯有减息 令到短息下来 我觉得大环境整体仍向好 基础也挺好 人们未曾日久货 当每个人都觉得日重货时 才有危机 现在的羊群仍是想跟不想跟之间 所以我自己认为 大趋势今年不止过三万点 在三万点可能要巩固一下 但最终应该是挑战去年的高位 可以回到去年年初 即是三万三 三万四那些位 当然不是一步登天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事件 不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件 我相信会有更多资金 现在这一刻 他没有想到他的实力这么强 批多一下 又有些钱取出来 批多一下 又有些钱取出来 不知道他在哪里收起这么多 銀行系統有十多億 香港M2有十四萬億 比當年1997年多了 四、五倍 現在擁有現金的人會開始擔憂 能夠買到的資產越來越少 現在通脹不一定很厲害 因為買日常使用的東西 是沒有儲存價值的 不會買很多 但現在積累財富很多 積累財富不會買柴米油鹽 會買資產、樓、股票 越升越恐懼 對消費物品 價錢越升就越少人買 買不起 但對於投資性的商品 越升就越多人買 因為越升代表他的錢 會買得少一點 他便有個恐懼 要快點把現金轉資產 所以我覺得 一旦聯儲局不縮表 手上有現金的人 便會快快去換成資產 樓是一種 股市亦是一種 這兩種 都是 人們願意冒風險的時候 願意持有的資產 所以我自己覺得 資金正在流向這些資產 市場的流動性很多 只需要風險的位置 或偏向一改變 就會令市場的資產價格變化 現在未曾反映市場上的資金 現在的資產價格 未完全反映 因為之前的人 相對保守 相對持有現金的比例高 之前就怕輸了 現在就怕執輸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大家都要留意這件事 在民間情緒上的變化 例如港元和美元 其實中間的息差 都有一定的距離 令人們很擔心 港元的流動性會減 對樓、對股票 這是否值得擔心的事 現在是因為有息差 所以有套息活動進行 但不是等於資金流走 只不過是 港息仍然很高 美息很便宜 港息很低 美息很高 當匯率有聯繫匯率保障時 匯率上的風險相對低 所以當港息和美息有距離時 他寧願存美元 但為何港息比美息低 很奇怪 原因是港元的流動性強 很多資金 在香港銀行系統 所以不是因為港幣流失 而港幣仍然有很多 但投資者都是偏好港幣 所以不用太擔心港幣和美金中間的套差 不是因為港元約而造成 現在人們對投資香港仍然有偏好 只不過在聯繫匯率下 大家的息差 造成人們好像唱美元多了 因為那些是 細眉細眼 沒有大志的人的行為 去貪貪少許 當香港的投資環境好 他詭異你少許會餐 他快點換了港幣 香港資產 那裏仍然賺得多 所以去套息的人 可能錢多於少許會 但不是市場主旋率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港元和美金中間的投資 影響到港幣資產 沒有人對港幣失信身 移走去唱美元 是有部份人貪少許利息唱美元 所以整體我們都應該看好香港資產 不需要這麼悲觀 今集時間到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問題 記得到以下網站 留下你們的問題 C先生下星期可以回答大家